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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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哭不哭 轩 年纪轻轻的 二度还不好思你 我在这儿呢 小朋友 别跟随人说话 你才是罪人 愣是给周天子送援的 不幸能瞅瞅他的忒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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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盘菜 流洋 同意的洋轿 嘴打嘴妹 挺有意思 胡说八道 按烈洋车才嘴打嘴 挺你是有意思啊 那是远远不够的 你知道《非语物语》 这期拍摄了什么吗 他们为了拍摄民俗复原 走了大半个中国 采访到了许多有神奇传说的 古老山寨 麦克居然呢 你有威胁感 也难怪 传统节日二十四节气 神话传说 可开心和预算性很强 光从主题上 就牢牢站了上风 我的风格是承认差子 然后干掉他们 干嘛 不是要找灵感吗 你干嘛去啊 我不停音乐会 跟我来 你之前不是邀请过民族乐团 几天演出吗 你之前不是邀请过民族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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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们用的乐器不一样 今天我们不讲乐 只论理 世人皆知 中国是旅乐之邦 其实早在三天多年前 我们的礼业文化 就形成了丰富完整的体系 周人将十八种用于宫廷雅乐的乐器 分为刨 土 葛 木 石 金 词与竹等八种材质 是 他们认为八音俱全才能达到天人合一 边中 对 是边中 陶教授 大家休息一会儿 陶教授 打扰了 我带大家随便看看 好的 好的 听音色 曾侯以的编程我是听过的 但朱仔玉是谁 我就完全不知道了 现在你知道了 今后还要让更多的人全都知道 我希望你们能让全中国人都回忆起 我们的礼乐文化历史永久 地云深厚 这里有一六的音乐家 更有世界上第一的乐器 世界第一的乐器是什么 边中吗 是 近几年来国乐是有所服刑 很多文化景点拿来蒙蒙游客 现代演出很少有读到 谁说边中只能演奏中国亚乐 又是谁说边中只能和民乐团配合呢 难道你要让边中去配西洋乐吗 有何不可能 我知道了 来 怎么样 机位差不多了吧 都准备好了 行 走吧 现在调整一下妆容给你 你就可以拍了 行 你今天记得测试点 时间比我中内的 木导 上拍差不多了 那准备开始吧 坐到上就来 我去看一下汪姐准备怎么样 好 汪姐 哎 待会儿没问题吧 能有什么问题啊 等一下让你们见识一下 我深藏不露的一面 怎么样 那边准备好了吗 嗯 差不多了 陶教授他在教那些大师们 祭拜的一些礼仪 左手在前 右手在后 抱圆 身身一依 对 就是这样 这个千万不能出错啊 出错就现愁了 壮容也在修了 嗯 很快就能拍 不会下雨吧 应该不会吧 三 二 一 开始 热情 礼 礼 繁体为礼 而礼正是古代祭祀用的礼器 礼记乐记中也说 礼者 天地之河也 礼者 天地之序也 礼者 故百物皆化 序 故群物皆别 礼与乐 礼与乐 被儒家上升到 关系着天地秩序 与人伦和睦的重要地位 随着后世 礼乐文化精神内涵的不断拓展 他对中国的政治 文化 社会生活 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正如著名历史学者钱穆先生所言 中国文化的特质是礼 西方语言中 没有礼的同一词 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 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 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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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